那真的大打一次的是什麼時候呢 是ECFA要通過的時候 王金平一定要敲槌子嘛 王金平的正左手邊 就是年輕鏢 我以前這個高中日有名拳擊隊 然後就說 你就站在王金平的右邊 第一個衝上來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潘夢艾 第二個是劉建國 第三個是郭文成 然後我就雙拳就出力就打出去 就三個裡面郭文成 就直接撞上了意識桌 當場樂壺斷掉 各位你以為台灣的體育台只有未來嗎 還有今天呢 國會你打開國會的頻道 真實上演了一場體育格鬥的賽事 鄭遠雄雄過去的話 你這個對於國會的這個格鬥場 有什麼這個見解跟經驗跟我們分享一下 民進黨有個特色 是 他人數大多數的時候 他就說我們要尊重意識 意識程序 可是民進黨如果他是少數的時候 會怎麼樣 他說你多數暴力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 要積極 抗爭就開始準備打架 這是民進黨的邏輯 那真的大打一次是什麼時候呢 是ECFA要通過的時候 因為ECFA的時候 他民進黨是說適時抗爭 絕不能通過ECFA 可是他們當執政他們也不取消ECFA 然後他們當時抗爭 當時國民黨的黨團就覺得 這個是山羽裕 以豐滿樓 就開始部署了 因為王金平一定要敲錘子嘛 所以王金平左右要找一些能夠打架的人在旁邊 我以前高中是有名拳擊隊 哎呀拳擊隊 打進全國中上的 然後就說 你就站在王金平的右邊 結果民進黨一來看到 左邊都比較高 都是標形大漢 右邊好像大概170級公分而已 突然就改到 從王金平的右邊攻上來 就是從我這邊攻上來 第一個衝上來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潘孟安 然後第二個是誰 是劉建國 第三個是誰 第三個是郭文成 聽說他念國術 那我根本沒有看清楚 到底誰先頭誰後 我大概知道就是他們三個 對 然後我就雙拳就出力就打出去 這是什麼 雙龍出動 雙龍打出去 他們三個大概有點意料之外 對 覺得我比較好看 也比較好欺負樣子 所以比較沒有準備 對 就雙拳出去 我也不曉得是打在誰身上 比方先講 因為那時候混亂 打下去 就是聽到一聲哀叫 蹦 三個都倒下去了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就三個裡面 郭文成運氣不太好 後面剛好沒有人 就直接撞上了意識桌 哇 當場樂骨斷掉 然後那個黃偉哲 現在台南市長黃偉哲 他就很生氣 他就把桌上的計時鐘有沒有 就拔起來 那幹嘛 哎呀 那個黃偉哲啊 黃偉哲 你那個投球技術太爛了 不但沒有丟到我 還丟得很遠的 打到很後面的吳玉森 所以吳玉森當場 兩聲吧 那個會流血吧 當場流血啊 哇 好像縫了一兩聲 對 吳玉森後來就揪著送手了 然後 黃偉哲就說 沒有意識通過 碰 就掛就通過了 好嗎 那邊 好嗎 我的天啊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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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好嗎 感谢观看